欢迎收看国光帮忙 单身真不好 陈维明 我的眼光非常高 沐西眼 眼光要开阔 亮慧英 台版全民情胜 卢力评 单身是好还是坏 2012 一起要幸福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力主持 郭忠威 欢迎收看国光帮忙 孙鹏 单身自由 我喜欢玩 大家玩 加油 郭忠威 来 干嘛举手啊 这是国中生哦 郭忠威 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单身多久 哦 不想算 今天要加什么 2012 为什么只剩我单身 那不一定 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喜欢的男生 好 谢谢 今天除了请到我们廖慧英老师之外 我们请到一位 相亲银行的秘书 哦 所谓的相亲银行是什么单位啊 就是帮单身的朋友做媒合的配对 哦 就是以前的婚姻介绍所 但是我们有网站 还有一对一的实体的那个安排的 实体 对 实际的界面 更进步 不是只有网路虚拟的那个互动而已 是是是 然后接下来这三位呢就是 好 呃 请问一下 陈维铭先生单身多久了 几个月 放屎 刚刚有那个声音是哪里的 我不知道还奇怪 几个月了 几个月几个月几个月 为什么单身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单身 那今天就告诉你了 其实你现在单身应该是休息的 什么 你要休息一下 我已经单身到变成习惯 快休息掉 你不要一直那种 有时候休息一下 不要死 你不要有什么神奇啊 你有放过我吗 他一直持续的test中 哦 是 但这一位单身我们就觉得非常奇怪 诶 诶 怎么会 诶 慕希 没你没你 来来 请到这边 诶 你知道为什么 诶 诶 好 我就看看单身为什么了 你怎么会单身啊 对啊 我单身对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单身多久了 大概一年多 怎么可能会这样 对 怎么会这样 但是其实我的单身是一直都有约会对象 就是说我有男生 追求 对 但是因为我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年纪缘故 再加上我觉得现在男生其实都还蠻想定下来的 还是我遇到的话 所以如果一个男生跟我说他是很急很往婚姻这个地方 就有压力 对 我就会有压力 那我就觉得说那我不要 我觉得我对婚姻还是有一些没有参透的地方 是 所以我就不敢说先往这个方式 我到现在还没参透 诶 我这样也没参透 诶 对不对 对啊 天才想要还是没参透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细心体贴的男生 细心体贴的男生 很少 那年龄呢 年龄就是跟我差不多 或者是大我几岁都可以 几岁 15岁以上 我10岁之间我都可以 10岁还OK 对 但是但是我必须要说 他我10岁之间如果还没有结婚男生 通常有点怪怪的 那离过婚的OK吗 我自己本身是OK 下巴很长 我因为爸妈没有办法 下巴长总比下巴短好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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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чтобы 你打擾 Fill上其漠 不禁意的一模一样 真的 你等一下用哪一个 丢他酒 好 仙尚妞 你的要求很高 只要细心对你好就好 对啊 我觉得没有很高 我对身高长相 和著家里环境 你没有想过一个事情 就是女人太强 那男生自然而然就会有压力 耶 那我觉得这样的男生 就只配跟很弱的女生在一起 我跟你讲 我们有个朋友 我们有个朋友拼命挑战这种 就是女生很强的 小钟 小钟几个另外一半都很强的 太强了 小钟这几天心情还好 我说这几天 你干嘛心情不好 我昨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一边看报纸都莫名的爱上 你干嘛爱上 去泰国去 要不然我们大伙兄弟陪你去泰国走一趟 不用啊 干嘛去泰国 就地重游一下的远 很久以前就去过泰国 去过了对不对 已经去过了嘛 人家弄完婚礼之后 我们去帮你 同一个位置让你站 我们在旁边看这样好不好 不用啦 没有啊 你带那种人行立牌去 心如刀割 不会啦 干嘛心如刀割 今天脸色有点怪怪 有吗 哭过 不会啦 你已经难过到不承认自己是小钟 要挂成为名 就好了 从今天开始新的开始啦 没有啦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你多惨 你看线的画面 你的画面左右就是哪个 叹叹 没有没有就线上 我觉得沐小姐很棒 很棒很棒吧 来来来你站到旁边来 而且你们在画张室聊得那么开心 对对对对 留电话很快 哦 哦 你还站得上 你流行的 我两个 大家不要给我一个 不错咧 好配哦 不错 好配 超配 不错 超配 夫妻脸 像 你再过张一点啊 过瘾 好像哦 好像 像夫妻脸 来来来请坐 小钟单身多久了 我单身哦 哇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对啊 哎呦 三年多了 那 哇靠 伤得那么重啊 哈哈哈哈 不是伤那么重 我们就觉得就是 因为到 找不到人家更好的 不是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 大家就知道 什么样的女孩子适合我们了 所以就不会浪费那个时间了 这棒子他刚刚讲的 真的吗 真的 你这样发现 这是有缘的 哇 可是你说像 我今天在陪你们相亲的 我们演艺圈男生 三年多没有交女朋友 几乎只有你一个 对 这是真的 对不对 可是你前一阵子 发说你想结婚 对 我一直很想结婚啊 可是就是 看出来看出来 对对 很想结婚 我还那个去弄这个 潘若迪 帮我弄了这个樱眼线 有用吗 其实 没什么屁用 哈哈哈哈 没讲房间 对啊 经过我们刚刚这样聊天之后 廖惠英老师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单身 我觉得他们碰到错的人太多 就表示他们自己 其实一直搞不清楚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 我不知道啦 因为文明因为 也填过脚啊 对不对 怎么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其实说明他们 之前年轻的时候 一直觉得说 可能你们要的东西 你们会要求一些 你们要求的对象 都是只注意他们的附加价值 所以说一开始 是帅的 漂亮的 你不要不敢讲 他不会扔你脖子 我会 我一点都不怕他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年轻的时候 其实浪费时间在 爬那些 不是你应该要爬的那些人 你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 你要的国际价值 对 对 对 这样你就是要正的嘛 没有正你就一定不怕 正 对 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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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优的 一定要优 对啊 那又怎么样 那个优的话 里面也许不是优的 是 还是黑黑一团 为什么他会这样 一直单身 他要求又不高 他要求又不高 我觉得 还是因为他里面太黑 没有 他其实不够 他讲说 我只要信心温柔的 其实我认为他要求 一定不只这样 对 你看 他都讲的是 他认为就是他自己 其实我只要求这样 可是 如果你碰到一个 你要求的一定开始很多 不是这样子 不信你问他 其实感觉 可是像到外表 或收入什么的 这我都没有在看 可是我觉得像你 你这么高 身高已经这么高 又这么漂亮 一般男生不太敢接近 对啊 对 对不对 那是之前 被遇到也从未遇到 在婚想法不见实际 当众挑衅良家妇女 因为我也OK 我也绝对你OK 那天绝对你结婚 哦来来来 那结婚就上结婚 看电影一样 就是不要去搞 那个过程 反正很难找到对象 就算了 这跟交配人不一样 可是你又想结婚 对 我上不起 真的上不起 我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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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昏天黑地 电话打给你 美女留在你怀里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 你帮忙 你觉得小冬怎么办呢 我的缺点就太专情了 不行 今天这五日子你要这样说 我就太可怜了 抱着这么大一个天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 卢小姐你一定要救救他 你知道他上两个月的时候 真的 克帆哥打电话给他 然后刚好克帆哥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工作 克帆哥打电话给他 他一居然孤单老人 一个人在吃刷刷锅 好可怜哦 一个人吃刷刷锅 而且他那个锅不用加盐 真的 因为他的类血 你还在帮他加锅 不要加 已经太多了 太咸 够咸 爆便 吃火锅吃到一半来Magic 你都有看哦 是你变成吗 是是是 小冬 你的贝斯 所以这个教训告诉我 如果以后分手之后 一定要比前任女朋友早一点结婚 对 不要再乱讲了 那你的先生是当初 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 其实应该也不是 但是是怎样 因为他 他其实就是外表有 不是 不然你是为了钱哦 他超穷的 超穷的 他就是为肉体 还没有 那时候他里有什么肉体 他说真的不知道肉体怎么样 不晓得 其实是怎样 就说我们是同事 但是就说 就是很多同事 然后就很多工作会做在一起 那话我还在回味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肉体 不是那时候不知道了 现在当然知道 笨 你要不要听我讲话 都在问我话 所以那个廖老师另外一半也是作家了 不是他是设计的 议术的 那时候就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后来自己还行是 我有点趋向于选我爸爸那一行 我爸爸有177公斤 那他是很阳光嘛 然后他也 他是工程师 因为人温度很棒 然后户外运动很好 他可以养 就是养勇 可以 我们小时候可以坐在他肚子上 养勇他 他这么厉害 很厉害 对 他是海胎喔 海胎喔 所以看 被咳咳就敲了吃这样 2012你没在怕的嘛 真的 我爸爸90岁我怕的 坐着爸爸就出海去了 我老公是蛮阳光的那一席 是 可是在一起之后 当然你觉得说 好像富相吸引 可是他 常常约会的时候 我们在马路上吵架 他就把我丢在那边 是 我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丢 你约我出来 你把我丢在马路 所以我高鞋一脱掉 就这样 对他的头丢上去 你也蛮厉害的 因为我也很深 我那时候脾气也不好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认识十年 但是经常吵架吵到 就是说 我这辈子绝对 不会再跟你见地儿吃面 所以我们比如说 半年没有联络 十个月没有联络 所以十年是这样过来的 最后我觉得会在一起 是因为我已经32岁了 那么老实讲就是说 当时有几个很多 就是 有几个追求者 对 有几个追求者 那个年代32岁 算年纪很大 因为我本来是不结婚的 我妈妈的意思 你干嘛 因为我妈妈小时候 一直觉得说 她有一种 她对婚姻其实没有很有好感 她就说 你何必结婚呢 你如果像你现在 拿那么多薪水 然后每天穿着漂亮去上班 多开心 多开心 你何必 你看看你爸爸跟我这样子 所以她是希望把我留住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 所以 其实我到三十几岁都一直想到不结婚 可是有一次我都觉得说 当然这样讲就是有点 就是说 我 右边卵巢 左边卵巢生了一个瘤 那么当时是下黑血之后才去 才去 要去开刀 那当时我的 因为我每个月赚那些钱 大概都拿到家里去了 我身上是没有钱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要五万多块的 那个手术贵 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就跟我妈讲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 我一个月 除了每个月给你的两万之外 我一个月再多摊一万块还你 我妈第一口就是回绝说 我没有钱 我不是不借你 我没有钱 那我知道她有钱 但是没有证据 我也不会说 你有钱 你明明有钱 然后呢 过三天 我正要在 我就想说 我怎么办的时候 我就听我妹妹打电话 我在上班 她打电话 我讲说 你不要傻人 你以为妈妈没有钱 今天我兄弟一个人 回去跟她要十五万 她马上领出来给她 我只不过跟她借五万 我是要还的 而且她所有那些钱 几乎那几年都是我给她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觉得说 我在生死交官的时候 你是我的母亲 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子 那我为你留着不结婚 到底对不对 对啊 那时候才想 才转了那个 转念是这样转 对 非常悲惨的一个 对你来讲 早上就脱油漆嘛 就是那时候是 几乎是含泪做这样 而且你知道 开完刀出来 就是醒的时候 病房没有一个人在 怎么会的 而且那个医生跑来巡皇跟我讲说 他本来要保住我的左面乱潮 但是那个刘 沾连太厉害 所以就把他割掉 哎呦 你想想看 我还没有结婚 我一个人在那边 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我母亲 他们又还对一个人来看我 而且那个医药会是怎样 是我的曾经追求过我的一个男孩子 有一次上台北来跟我联络 那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过两天要去开刀了 他说在哪里 我本来在另外一家 他说你到中心诊所好了 那家医院比较 我说那家很贵 我说我现在医药会我都还在筹 他说要多少钱 我说大概要五万 然后他就说你没有 我说现在没有 他说没关系 我现在马上六万块给你 他说六万块 这个不用 就是 就说朋友 在任何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都会借这个钱 那这个钱就说 你有的时候再还我 而且他还另外 再包了八千块 给那个主刀的医生 所以我是那样开刀 这样的开刀 所以我就想到说 为什么我家里人会这样子 我就觉得非常难过 所以你后来写了一本书 叫油麻菜子 对啦 但是 就是那时候是经过很多 这样的打击之后 很多想法出来 对 就是很多事件出来 我才觉得说 我到底这样对不对 我这样把我的一生 投注在这里对不对 那我就想我结婚之后 我还是照顾你们 可是我就 不想继续这样 是 我觉得他讲的很对 像我之前也没有那么 开自焦的时候也没有 我之前也没有那么强烈 想要结婚的感觉 可是有一次 被棒刹这样两次 还不想结婚 没有啦 可是有一次我爸 他就生了一场重病 他就说一直很期待 说可以看到我 说有个孙子 是 那一刻我说 可能会留一点 你看给爸爸 那时候突然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很认真 去找一个对象结婚 然后生个小孩 给爸爸有个交代 对对 那你现在那个金虫还够吗 几乎都断头撞的 来 吃下身体 我老师请问一下 在那个所谓的 大家的相亲的时候 男生跟女生 他们所谓的 他们要求东西 或他们重视东西 应该不太一样 男生比较重视 男生不管是30岁 40岁 50岁 通通都要年轻貌美 这才好 更性温柔 对 那女生呢 女生的话呢 就是要这个财经地位 之前有人在报名 他讲太快 他说我要看男生的这个 社会经纪能力 我们从当场傻眼 孩子会比较注重男生的 财经地位 经纪能力 社会经纪能力 我觉得有一点 我要跟女孩子讲 就是说 如果你想结婚 我觉得你要先弄清楚说 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要结婚 不结婚大概占很少比例 那你会听到很多女孩子说 你看我们这样不结婚多爽 怎样 有一半都是骗人的 所以我还是鼓励 女孩子如果要结婚的话 应该要尽早在28岁以前 你就要尽量 就让大家知道说 我要结婚 那么谁赶快介绍什么 你就尽量讲这个事情 多的机会 你就可以多看到比较对的人 那么男孩子 20岁也要找20岁的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70岁 都要找20几岁 比我们装紧 而且我们可以 我们停留在20几岁 我们20几岁还没过 我们怎么过30岁 这样说是不公平 但是男性择偶 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 不过我这边倒是有一个建议 我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你手上的线 小宗是说潘若迪老师给你 对对对 最近我们看他结婚幸福美满 他前一阵子在电视上跟大家分享 前一阵子生一场重病 那这个 气胸 对对对 他这个素人女朋友 不离不弃 拔屎拔尿 照顾他 对啊 我觉得他讲到都热泪盈眶了 找一个真爱 而不是常常会 比较是迷恋 太过辣的 不想定下的女孩子 小宗不会啦 小宗不会迷恋辣的 他只是想站而已 他没有想 我射精能力也不错 你也要注意人家的父母 是不是很挑的 所以刚开始交往 真的就 要开始挑 哪里抽 要开始是冷抽 我感觉就刚好 我跟平常听讲 小宗在我们眼圈 也是有地位的 没有错 都有脸的 但是有的父母 挑的不是这个 他觉得这个行业说明不稳定 男生生活品质差 欲含工具乱七八糟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活品质都会这样子 那是真的 对不对 我以前有一件军大衣 对 我就是穿那个军大衣 在客厅就妥了 对 我也不会想要去床上 什么盖面 光丰 帮忙 其实做艺人 在父母亲的眼里面 其实是弱势 对 对方父母会感觉 男生的 陈小宗 我也曾经被这样过 对方的父母亲就是觉得 看不起 你就是这个艺人 你是跟人家串 你那时候几岁 二十多吧 二十多快 二十几吧 二十六七吧 嗯 就是觉得啊你这个对不对 就是艺人 艺人在干嘛 我觉得艺人 你也有 蛤 你也有 你也有 你就是惊讶 韦哥是什么状况 不是我是说 你就是下巴长 你带什么问题 对下巴长可能是个原因 对对 不好打 那你真的会有 因为艺人的身份吗 有 真有 被人家嫌啊 有被反对啊 不是有 真的有被嫌 就是教养的对象都嫌 我教过一个 拔过一个妹很正嘛 因为我有事 很OK 两次也很OK 第三次出来吃饭 他就跟你讲说 我们不要再联络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这我清楚记得这句话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对 因为他都是 人家刚才讲一个什么世界 对 我一看他说好不好笑 哎 好好笑 哎呦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你搞不好想错了 搞不好人家想是年龄 而且我跟你讲 跟我们交往的女生 如果是圈外的 她的压力又很大 我曾经交往过一个 她就跟我每次跟我吵架 因为被偷拍了 她说我是平常 我为什么要被 被大家检视我呢 我为什么要被登在报纸上面呢 我说我 可是我没有 我无能为力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的 我就是艺人啊 当初你就知道我是艺人啊 可是他跟你年龄 是不是有一段距离啊 不会差太多 他就觉得他 他觉得他没有必要 让大家知道他这个人 他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为什么他 所以你干脆都教艺人算了 对啊 在一起 哈哈哈哈 他也很害羞 他其实他跟 刚跟你在一起 就应该知道 对啊 跟艺人交往 刚开始他都可以接受 可是当真的 那个暴纸发生了之后 突然的时候 他觉得他没办法承受啊 那是真的 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有 已经习惯了这种 所谓的新闻曝光 对 那以前我们的女朋友 也习惯这种事情 可是真的他不是艺人 当他第一次被拍上报纸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对 为什么那么小 没有 那我都蛮偷条的 对 那如果说 像我就有这种 这种这种感觉 就有一阵子就变成说 我生病人通通都结婚了 对 只剩我一个还没结婚 好 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就是不想结婚 是不是 不是 就是觉得 是不是我不正常 会变成 就想说是不是我 我是个怪咖 你懂我意思吗 就怀疑自己有问题了 对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 你的朋友旁边的人都结婚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 那我 我是不是应该结婚 成为迷 笑什么呢 没有 我觉得 朋友 我朋友还有离过婚的 你说我这么觉得 我会 你的问题 我问 周遭的朋友都结婚了 只有自己没结婚 对 不会 我怀疑自己了 我不会 我不会因为他们这样 我会替他们开心去 想要结婚的 结婚OK 想要小孩你这样OK 很OK啊 但你只是知道就是说 反正有人结婚就 我就没了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怎么样 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一个人 还想不想结婚 现在想 可是现在 变成那个想法是不实际 就反正就要懒 怎么样不实际 现在会想到说 比方说碰到一个 很OK 你觉得我也OK 我也觉得你也OK 你觉得应该结婚 来来来 结婚了就像结婚 好像看电影一样 就是不要去搞那个过程 很烦的嘛 还要约你吃饭 看电影 然后大家互相猜 你喜不喜欢 我喜不喜欢 然后慢慢聊 我没有这个事 不是你这样很难找到对象 算了 但是你又想结婚 对啊 没有人这样的 你一定要想结婚 那我也想结婚 那来来结婚 没有这样 总要有过程 你觉得像动物一样 稳稳 OK 发型了 OK了 OK了 我也倒对了 对对对 进店里不就干这种事了吗 不是因为 韦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已经经历过这个婚姻 就是我什么都经历过 他对婚姻还是有冲击 你不能省略他这一段 对 其实女孩子这一段 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 要不然你找一个他五十几岁 失婚的女人 大概跟你想 有啊 廖老师又不肯离婚 喂 我问你啊 像你你经历过婚姻生活 又没有婚姻生活 对 然后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之后 我问你一个人的生活 哪一点不好 一个人生活哪里不好 想不出来 一个人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哦 因为比方说 至少我啦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你的生活品质都会这样的话 嗯 那是真的 对不对 而且过年过节的时候 会更更感觉孤单 什么 听说圣 那倒不会啦 圣诞节亲 你看我那个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我的生活品质落到多差 生活品质很差 我以前有一件那个军大衣 对 我就是穿那个军大衣 在客厅就妥 对 我也不会想要去床上什么盖面 我就在客厅穿 我还把他帽子一袋 OK的啊 就妥了 对 然后早上起来 因为不会冷 为什么你衣服还是穿着 然后慢慢喜欢用抱纸盖着自己的身体 没有 没有是明啊 没有他 他用什么盖身体的吗 他用茶几盖身体 喝醉送他回家你知道 然后再走 去房间去房间 不要不要我盖这个就好 能茶几盖 就穿到茶几底下 穿到茶几底下去啊 反正我都穿那个军外套 就懒嘛 嗯 然后就就是慢慢 然后吃也随便乱吃 对 就是因为一个人就随随便便 不是你一个人怎么去餐厅吃东西吗 男 怎么不会 我觉得是男生才会这样 女生 但是女生送给你 超好的 我一个人会吃饭看电影 你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会一个人去吃牛排 没有办法看电影 好嗨哦 太可怜了一个人去 我临死 我不要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一个人看 一个人看电影 太可怜了 我还可以做得到 因为其实看电影是蛮 蛮舒服的 一个人 不行 我没办法 其实我跟朋友一起 其实像我 我现在结婚 我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 对啊 很紧 我也喜欢一个人 那是你结了婚 你朋友越要约越想 就是结了婚 不是 单身的不能一个人看 你知道我昨天终于去看那个 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我因为太想看 但真找不到看看 我昨天早上去看十点半 你怎么不找我 我也是昨天看的 他算是受不了了 他就路边很游民了嘛 肯定 而且我还带 而且要找女的 我还带一个黑帽子 带一个口罩 带一个眼镜 我就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很怪 来 现在来 陈卫宾 对 因为口罩帽子戴下巴这么长 对对对 就是那个要给票的时候 人家看的时候 诶 陈卫宾感冒了 我说我真的就这样诶 然后坐到隔壁就这样 唯明 脱下巴 可是一个人知道 你要卤一下位子 一个人知道很尴尬嘛 你怎么叫菜嘛 就是比如说去 你说你有拍电 像我们这种一开门进去 诶 陈卿啊 一定给你弄一个大位子 诶 那另外一位 他也不收什么 你说 没有 我一个人他就 人家真的 你干嘛挑这种毛病啊 这是表演嘛 他会觉得 不是那个餐厅那个 维特很像志春啊 他就会觉得很怪 他会觉得一个人这样 然后 那我们就会 那喝一个什么 白酒什么之类 那你就一个人喝一瓶嘛 那喝喝喝 喝喝喝 然后他就 再喝 好吧 好吧 他会以为你 你难过 你不是不开心 那你说去中餐 你不可能一个人 叫一桌菜很怪 然后呢坐到那边 今天有无形的朋友跟你一起来 要不要帮你准备箱啊 对啊 就很难弄嘛 那永远就是吃刷刷锅 就最好 因为一个人刷 对或者是吃那种苏西棒还OK 那你不能天天刷刷锅苏西棒 对 所以我以前去还是装自然 自己带个报纸 刷刷锅 看报纸 就不用跟人家讲话 对 因为人家会跟你一起 我带报纸太好了 只要他有卷起来 你现在以为你带西瓜刀 对吧 没有 累了还酷一副就这样 还要酷 多好用 你看 会会有一些这些问题 你看当公平的话题 是不是 所以你们现在 伟哥 你们现在如果再找对象的话 你的条件大概是希望什么情形 女的 我的 你少来 你刚刚已经交了 对 你的活 对 没有真的 不是 我说真的 就是我们到这个年纪 也有过这么多经历 其实这个女的 你跟她聊个一两次 就聊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跟她在一起 看feu 对 相亲银行美美多 思想不震惊 没报名的女生 有没有遇过很正很正的 然后就大概像穆小姐这样 然后 希望吃饭 有耶 她真的有 真的假的 真的有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她们的生活 你碰到什么证 你可以打一块来陪我跟小中 可以可以 要要电话 对要要 真的 所以要这个 你少要其他多少电话 对 找到他之后 我们也不用找客戴什么 他算最大的妹头 对 我们有七万多万 你可以先 一人不好就生活比一遍 对 女生当然不会 对 那小中也不会 因为小 还有一个就是每天都要约别人 这很 就是一到吃饭就开始小爱情 对 就开始打电话 吃饭了没有 你吃饭很惨 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所以到最后你一直打嘛 开始从好朋友开始打 到最后打到连马国贤都拒绝你的朋友 我就要找个女朋友 就没办法打管区 管区你在干嘛 我又是给你聊一聊 对真的 尤其是吃饭的 我觉得特别感觉到孤单 就是说你真的找到 要找一个 连同性的朋友找一个伴一起去吃饭都 都这么难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好孤单 好可怜 有时候去想吃一些好吃的 每到吃饭就觉得有7-11真好 对 宁愿在家把买回来刷刷 连刷刷锅我都包回家自己吃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还没吃 你觉得旁边的人在看你 在笑你 所以可能没有在笑你 可能他一个人也能看你这样笑 你就觉得他在笑你 取笑你 对 就是自己觉得怪 觉得怪 你觉得维明哥应该没有 别人看你真的是在笑 难怪你没有男朋友 你告诉人家 可是其实单身生活 其实大家都顾过 单身生活也有他的好处 哪有什么好处 哎呦 自由 你这么凶感 你说两个 我听听一下 自由 自由 我现在把你丢到一个荒岛上 给你一辈子的自由 你就疯了 不是 我们可以在城市自由 我根本就疯了 这是荒岛咧 不 我觉得 所以你还是喜欢家庭生活 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反而不自由 因为去哪里都很尴尬 你就连去买个书吧 都要混到半夜两三点才去 要不然白天去 你觉得让人家觉得你矫情 你觉得你很假 装学问 马来西亚 那个 我今天刚刚帮你打听的 荣民之家有个位置 我家里面有大家庭 卢老师 那我们艺人参加这个相亲就很难了 有没有艺人参加过 其实坦白讲 有记者 文字记者 摄影记者 就来 谁谁谁说出来 不是 这个可能那个 业务机密不可以说 你不认识 但艺人通常会觉得 参加这个来 太训 是训的 训丢脸的 对啊 他们是艺人欸 万人脸 你觉得正确的观念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 要来找我报名 真的 两位找我报名 对啊 放宽你们则有条件 因为你刚才讲到重点 沐小姐这样子 然后希望300 有欸还真的有 真的假的 真的有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 老师你碰到这么正 可以打一块来 给我跟小松 可以 可以 他们生活圈的关系 因为有的人的工作属性 就是一缸子都是女性的伙伴 那再加上过去 没有机会 可能三年五年分手了 是 那分手了 那空窗啊 OK 对那亲友的介绍 他们又觉得有人情的包袱 是 麻烦了 那要电话 对要要要 真的啊 就要这个 你就少要其他多少 真的 对啊 都有效率 而且要省钱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目标人 而且是叫就有 而且我觉得他算是 是叫就有 对啊 算 找到他之后 我们也不用找刻吧 什么啊 他算最大的眉份 这一刻我留有你 小钟说 你谁啊你 你走开 我现在结婚 我现在有卤姐 我不要再拍 600多钟在等我 可是像小钟 我觉得他择偶 他会比较辛苦 因为他荧幕的形象 都是比较搞笑 写心 比较写心 对没有认真的一点 那往往女生都喜欢 比较震惊一点 震惊八百男生 对不对 还有笑声的问题 对啊 如果真的会 可是我觉得小钟 已经有一个形象 就是说他其实 基本上他是一个认证的人 对 然后其实一个 一直很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我认为他其实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 他谈恋爱 有时候谈得太长 可能不适合 他自己都没有赶快切 我觉得人有多少 两年三年很少 对不对 你一段两段三年四年 这样过去的 男生也是一样 然后你的空窗期又太长 复原期太长 我认为你应该把这个时间 交往如果不适合的时间缩短 对啊 然后把那个空窗期也缩短 你就机会会多一点 老实是说你要狠一点 这人马上第二天就去拔一个 你有想要这样子 就是让自己变坏 就说啊 就是女生开心 就出话人积腰这样来一下 我真的有那种疯狂的想法 你不适合 不是叫你积腰 不是这样 我快发觉我做不出啊 不是 像维云讲的 他说谈几次话就知道 我积腰积得厉害 我积腰积得厉害 我知道 但是他一两 我积腰积得厉害 你积得快点 我积腰积得厉害 他起码很快就知道 你要练到就说 我跟你交往几次 三次四次最多五次 就知道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对 不行就切了嘛 你还没有把人家积腰怎样的 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小宗最大的问题是 他就想要结婚 要不就想要成名了 对 对 有时候跟他去夜店把妹就是 你就是把来的妹 你都可以发现就是 他把一眼觉得这个不喜欢 他就连理都不理 完蛋 然后自己在那边落谬 对 可是我觉得 林缺误乱是对的 我完全就 假设这个不是我的菜 我连废话都懒得跟他 没有叫你说 一定要去找那个东西 假如你现在认识异性 几个途径 你自己想想 一个夜店 一个朋友介绍 海国人不可能婚姻介绍所 他大宗是那个谁啊 张克凡 没有没有 张克凡的妹都没有真 你不是都有去过吗 这个都刚先要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久后讲大道理 不是我的问题啊 那天我不讲大道理 我们就干在那里啊 没有主题没重点 而且重点是譬如说 张克凡找五个妹来对不对 其他五个都是他要罢的 算了算了不要再讲了 对 我讲一句话 我讲一句话 讲说其实那个 吴佳姐这边真的可以试试看 你知道我在那个某个报纸 有一个专男信箱 是 那么有一次就是一个母亲来讲说 他女儿三十二岁 然后是刘英的硕士 然后多好 身高一百六十八 然后长得气质怎么样 可是呢 人家都觉得说 他学历太高 就什么太高 我那个帮他写的 我就 结果已经有十几个人 马上十几个人就 男生 或者男生的爸爸 马上说要跟他做朋友 所以你要一定要 男生的爸爸都要跟他做朋友 男生的爸爸说要帮儿子 对 十几封信 很快一个礼拜内就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构是很好 他如果帮你把关 先挑选过 我们有七万多位 你可以先帮他挑选一万 七万多位 我们有七万多位来逛 王老师你先叫两个给他看看吧 都是大白白的 叫两个是什么的 我要报哪里来的 不能循 不能循夜店模式 对 不能循夜店模式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先叫 找不到伴侣 儿子是或嗨 谁会有小孩恋爱 这件事是一个主意 不是你儿子骂人家 一上车他就说 干嘛 想弄我爸 我干你 你虎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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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我常常遇到 你常常遇到想结婚的事 他就是怕这种啊 莫小姐就是怕这种 问题是我 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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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结婚的对象 我曾经有一个 很最接近 我们在一起大概三年 然后 那时候他还在读书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诶 时间差不多啦 然后我们身边都没有朋友结婚 但是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最重要是父母 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 都很喜欢对方 我觉得我们有长辈缘 那蛮好 为什么没成呢 我觉得结婚需要冲动 我觉得有时候 你一直没有这个冲动 没有这个冲动 然后在一起太久了 然后 我觉得就是 到后来就是变得 讨厌像家人 我们现在还是很好 分手很久 但我们还是朋友 但是就反而就是 我觉得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你要 不要想太多 义无反顾去做这件事 但错过了 那我过了那个时间 嗯 成为你最近有吗 蛤 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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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为什么没结 没有这个冲动 不是 就是 跟我们一直单身的原因是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结过婚 因为有小孩这件事实 其实在 在谈恋爱这件事上 你们是一个 是一个阻碍 蛤 真的吗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很多女生会在意 很多啊 对但很多 我碰到的对象 很多女生会在意这件事情 是 但是女儿子也会骂你 我是不会 我是很屌的 你一上车他就说 干嘛 想弄我爸 好 爸 我已经 很圆了 哈哈 哈哈 然后你回来 看我的冲 他怎样是跑啊 他还是有动心机吗 原来我是这样啊 我搞 哇塞 那加一转眼穷妖剧 很帅 你一上车 跪 你一上车 爸没有扶他 我爸不再去 我摸两下 所以 你现在 你现在择偶 也会顾虑到 小孩的想法吗 应该会吧 其实已经不会 因为我现在 很了我儿子的态度 就我儿子就是外国人 他尊重你的 对 他鼓励你 但你要结 你要教你朋友 你的事啊 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看不下去 叫一直坏 搞不清楚谁是谁 你在那边扯什么后腿啊 你把他 你把他 爸这个 这是谁啊 这是哪一位啊 这是不是姓陈 还是姓王啊 不会不会 姓王还是姓王啊 而且我觉得 有小孩还比较好 有时候他看女人比我准 他给你意见 对 他看女人比我准 是 对 他就 爸这怎么弄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爸很 很辣喘 哈哈哈哈 干啥 这个真的 我要叫你儿子 太表哥了 然后我就跟他 我外长巴士 不好意思 我再换一批 你还加一批 你还加一批 我 我 好 那你现在我问你 我跟Mountain 结婚生小孩 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跟Mountain 我说真的最大影响 就是现在 每次跟你们聚会 就觉得 那感觉不一样 你看那天 那个跨年那天晚上 很老天叫我们去他家吃饭 我一去都是小孩嘛 然后老婆怀孕什么 平常我们这种群 我们就大家可以 天亮很嗨 喝得很嗨这样 我那天吃完饭 我就困了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 他给我们喝了日本酒 我们喝了两瓶吧 嗯 我这样吃饭 我就妈一个好困 困到一个快最极限 你知道吗 还不到 还不到十点半 你是里面的瞎子 好无趣哦 突然困了 气氛不一样 年纪大 年纪大 你是小孩嘛 小孩就 不是因为大家都单身的时候 张开这边有岩石 对不对 五分钟就有岩石 他一直跟我讲 昆仑之战 什么样子 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单身 就是大家都单身 跟有很多结婚的 他的状况会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都是结婚的局 大家的心态是很稳定 很稳定的 在面对生活的所有一切 包括你的想象 可是大家都单身的时候 只有幻想 哇怎么样 会很期待 那待会门打开 又是哪个女 对 约的女生又进来 然后一直有那种刺激感 对 有时候不一定来 是那个约的女生 一来管区 你太吵了 对啊 那前几天 就是上个月 在他家也是有一个局 哇 人很多这样 哇又妹这样 所有的妹都是生过小孩 哪个妹嘛 那不是叫妹吗 那叫妈呀 结果那天跨年我 我就 他妈实在受不了 跟他说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回家睡觉 我回到家 我家又离那个101更近 又可以 101是大家都可以 看得到台北 你想说 十一点半 我再撑一下好了 看能不能 把这个跨年走完这样 就在59分睡着 我真的不行 后来我就 我就真的告诉自己说 好吧 关灯睡觉 今年没有跨年的命 啪就直接 睡觉 然后很快就睡着 可是以前这种 绝对大家混到天亮 再无聊的人 混到天亮 然后散了回家 喝得很嗨这样 他那天喝完就 哇 就快 身份不一样 玩法 生活就不一样 不是就很多 你看比方说 我们那天三个聊天 聊得很开心 那芒田突然说 我老婆发短信 因为老婆 他老婆在楼下 我老婆发短信 给我说 小孩的奶没了 叫我回去拿 一下 对 可是以前 就是大家约在一个局说 我要先走一定是 哎 我就带一个奶奶 对 你知道 现在是我会 现在是 哎 我去拿个奶 每次处理的事情 已经不一样 对 一样会离开 这就差很多 你知道 女生也会变的 就是在对手 我去挤个奶 我就拿一张 因为我结婚女生 没有好恐怖哦 现在结婚 有小孩怀孕的出来 大家一阵乱喷 你 手都确实在喷嚷 好扣 我刚才有坏乡 没有坏乡 没有真的有差 就是 你连交的女朋友 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 女朋友会跟他旁边 大家一起玩什么 好啦 结婚以后就是 男生男生一个区 女人女人 对 而且你讨论的话题 都是小孩跟育婴 极乃怀孕 包括什么 自然产 还是剖腹才 哪个比较好 自然产 会裂到肛门 之类这种痛感 所以我讲出来 我不想知道 我没有问 你知道吗 自然产 为什么裂肛门 他们说股盆小的女生 会裂到你不想裂到的地方 因为有个女生 也有痔瘡 太用力 两个都一起抱 所以然后 我有女生朋友 就是想问过 分享这些生理上的知识 我不想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茶饭都吃不下去 然后他们就 而且他们都觉得 他们有义务要让你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对结婚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跨过那一关 你现在开始跟我讲说 你现在就会看到 裂到肛门 而且我还想说 这样不会很痛吗 他就说宝贝你相信我到手里 已经不会感觉到那个痛了 对 听说是像什么20根肋骨 同时裂掉那样痛 就表示你那些姐妹 她都缝过就对 可是你也很自私 你不想知道事情 在电视上大家都知道 这种事情一定要 既然大家都跟我讲了 我一定要有个义务散播出去 我们还是请这个卢姐 给我们建议一下 这个单身 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婚姻的境界 其实我觉得婚姻 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 但是他 婚姻虽然不是说 每个人必经的选择 可是它还是社会的主流 还是要有一个伴侣 那刚刚听到那个维明跟小钟的心声 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是非常诚恳的 跟一般的演艺圈的 这个这个 血腥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是不是本来就不一样 你们真的不一样 你们的眼神就是很诚恳 想定下来 然后呢 所有条件呢 就是不要设得太窄 然后呢 选择的机会要多 所以先把这个自己的门槛 降低一点 低一点点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讲 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能接受 应该把你的眼光打开 对 不要看 不要看一个小小的角度 对 要把角度多方面打开以后 没错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 你之前看不到的好的 是 是 是不是这样 对 那那个了解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主要就是说 呃 像 我看 我看要分开建议的 小钟你一定要把所有交往不适合的 时间缩短 空窗级缩短 你要尽量就是不断的去 放开你的那个那个范围 拼命的去找 对约会又不是没有干嘛 对啊 你不要你不要量的 但是问题是你们要很优的 特优的什么东西 那个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 这真的很大 真的 真的 我要真的 不是真的吗 我觉得是不一样 可是他很优的 是不是人家也愿意跟他走过婚姻 还是有个问题啊 我说讲真话 所以无所谓 跟他一起年轻啊 对缘分嘛 不是老师我现在最大问题都太年轻 你知道吗 哦 对 都太年轻 我觉得年纪大的有时你不想去认识人家 你不是 你认识不了年纪大的 你知道吗 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 不要讲理由 不是他他认识不了真的 哎你几岁 24 哇塞 你要不要回家休息 小沫 他赶出去啊 24岁的 年纪大他自动过路 没有 真没有 真的 真的 太行 哎 小沫你也可以找老师看看 他们那边可能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对象的 没错 他们有细心区哦 我觉得细心体贴区 我觉得试试看嘛 试试看 但是最后我觉得 婚姻还是缘分啊 还是缘分啊 随缘 缘分 不要强缘分 好不好 OK好 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国共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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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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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辣舞到面面立临 主持人钻狂暴走 让自己男友更爱自己的POSE 这一片玩意 我已经十个月没做了 不喜欢跟会跳舞的男生交往 为什么 其实跳舞的男生都很花 你讲这个花 我多专情 你以为取两次 你运得到吗 我都会跳舞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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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跳舞的男生